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志愿期心理简压节目非常幽默 您可以见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尹燕 时代像是一只看不见的巨轮 滚轨向前 回首望去我们又已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与蜕变 如今中国也已经是越来越国际化了 在路上见到外国人啊 变得一点都不稀奇了 今天一大早在机场接朋友 看到好几个商贩围着一个老外 那哥们会讲一点点的中文 仅限于砍价的词汇量 然后聊着聊着忽然就冒出来了一句 我虽然是个外国人 但我不是沙子 给我便宜点 一大早上他把我磕着都笑醒了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宝宝 我就想问了 你们外国人怎么都那么逗呢 这是什么 你会收 来吧 我准备好了 这位爸爸应该练习很多次了吧 小朋友拿着棒球棍时成年人请远离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受伤 哇 那个青妹妹 我下次踩油门可以说一声吗 看这个小萝莉上车多么费力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买奔驰机系列的原因 双胞胎做什么都是神通步 这会做一个有味道的梦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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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